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在意我一直更换的背景 因为我总是对它不是很满意啦 好 首先就让我们谈论一些Skin Care方面的事情吧 今天我要讲的所有的Skin Care东西都是ESO这个牌子的 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ESO的Pensly Seed Anti-Oxid Eye Cream 也许是这么念的吧 不管了 它是10毫升装的 非常非常小 OMG 我背景 我们重新开始 继续介绍吧 它就是10毫升装 然后是91刀奥币 就将近快500块的一个10毫升的眼霜 但是它其实真的挺难用的 我是看到另一个B站的一个UP主的介绍 然后我就决定买一个眼霜 毕竟我已经奔二了 所以目前觉得它还蛮好用的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保湿可以做到 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测太高啊 下面没有 其他都没有看出来了 对不对 我的眼周还是比较好的 好 让我们进行到第二个 第二个叫Cumma Concentrate Anti-Bemish Now 它的中文名字应该叫羊柑橘橘 羊柑橘那个集中护理抗菌面膜 反正就是泥状的一个面膜 但是又跟平常的那种泥状面膜不太一样 它比较水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的价格是60毫升 然后45道 它确实比较有用 它目前和另一个我下面要介绍的产品一起用 一周只能用2到3次 就是不能多用的 做一个集中护理 它确实对痘印的淡化有效果 但是你懂的 就是很慢很慢很慢 然后我现在有点下去了 因为我只用了一段时间吧 就用了一个月不到一点左右 它确实是需要慢慢的用 但是很难用 很难用呢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BCCC Bachelbanicin Gear 它是一个凝胶啦 它是复盘很多很多维C的一个凝胶 那你现在好像吐槽啊 为什么我那么多废话啊 啊 木顿狗呆 小姐女们 你们一定要原谅我 好 我们下面继续啊 这一款Gail只能一周用2到3次 而且是用于集中护理 我因为脸上有痘印 所以我选择了这款Gail 如果你没有我这种烦恼的话 就是没有痘痘啊 没有痘印啊 常年出现这种的话 可以选择它的其他产品 一起试一下 so next let's turn to Demoscan Rose Special Treatment 它是一个25毫升的大马式玫瑰油 不过这里我要吐槽一下Demoscan 单次我有查过 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大马式玫瑰好像不是这么听 anyway 我们还是关注这个产品本身吧 这边要感谢一下BidiBidi的一个UP主 他叫木成21 多亏了他对ISO这个品牌子 有做过一些东西的推荐 我我才省了很多时间 再去一个一个的去看有哪些可以买的 ok 嗯 这边呢 我有个贵哥了解一下 嗯 那位UP主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个油呢可以滴在 就是除了Cleancer Mask之外的其他产品里 都有达到1加1大于2的一个效果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上面还有速风 也就是说我还没有用这个产品 因为据说呢 它这个产品好像是没有添加剂 没有防腐剂的 所以如果你打开了 就要尽快的把它用掉 但是我因为刚刚开了前面的几样东西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用这个油 嗯 比较精神吧 因为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所以 但是呢如果有小仙女真的很care 这方面 比如说这产品到底有没有添加剂 是不是纯天然有机的产品的话 我建议你 嗯 自行查阅一下它的成分表 然后再确认一下 它有没有天然地方不积啊 这种东西 这边要声明我没有查 好吗 我没有查 我没有查 这种事情说三遍 OK 最后一个服务品啦 这个是Petal Acid Facial Cleanser 这是一款贵哥推荐我在春夏冬使用的 就是春秋冬 不是春夏冬 来看我的智商 夏天它我更推荐 像我这种皮肤 我更加推荐另一款叫 Amazing Face Cleanser 它们两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建议你买200毫升的 因为100毫升的好像也要35导 200毫升也就50导 还是稍微便宜的一点 因为它们100毫升真的很小很小好吗 我们的呼吸品呢就到这边结束了 OK 嗯 把它切开 补一张Amazing Face Cleanser的图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Hell's Care系列的东西 我是不推荐大家去回国礼品店 购买药物啊 保健品啊 因为它们的假货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 其实它们的价格比正国药店要低 但是我是在那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 叫做Campster Warehouse的药店里买的 它还有一个劈开头的一家店 同样也是可以买的 它们都是正国药商 我没有买什么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蜡月梅胶囊啊 一个 然后第二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腹肝片啦 第三个呢是它的葡萄籽 这个是我为了担我的痘印 一起买的 它反正还有靠着花子 我记得效果 这两个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这两个我当时在药店里买 它是两个一起才六刀 就是打折不算啥 还挺好喝的 我觉得就是有点甜 我建议你们冲水的话要多冲 下面主要是为了给小学女们比比价 我买了屏幕上那么多 总共是六十八刀左右 虽然是药店里在打折 但是药店总是在打折 最后最后一个是我从国内逼过来的中药丸子 对女性的生理器啊 公寒啊或者精通啊 有很显著的缓解效果 但是你必须天天天天吃 OK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公嫂条金丸 你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叫天寿堂药行的这个 特别的 它是这种红红的小丸子 真的特别有用 我就是每天早上一起床 喝完水我就吃这个 吃一颗就行了 天天天天吃 我真的真的不会痛 就是吃完这个就不会痛 这是香港的 所以你要请港带或者自己去买 就一定要找药店了 买正品还是最重要的 好啦 小仙女们要想这个药有效果 一定一定在平常 不管是生理器还是不是生理器 都不要贪吃冰的东西 不做死就不会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药对每个人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之蜜糖 比之皮霜 OK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在这边用的地图软件 因为除了google maps之外 特别是在google maps不工作的时候 你该用哪些地图 首先是city mapper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是在最右边的那个绿色的标记 是用来 我是用来跟google map一起用的 参业的功能几乎是一样 就是定位地点啊之类之类的 然后呢如果你是想坐 他们这边的公共交通呢 你就要下载 左边最后一行的那个黄色的 叫chipi river light 它是查它的bystation 或者by bus的时间都特别特别的准 如果你在这边上学的 还要找教室的话 我强烈推荐那个最后一个 有熊猫的那个 叫lost on campers 是让来找教室的 特别特别特别的方便 Safe forward train and I hope you guys all have a good time and considering my video a little bit useful See ya